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優娘駕駛 今天要為各位分享 水、電、裝潢 一手包辦的 阿B師傅改車的作品 600A的電池 一顆600A是喔 對 它下方有做止滑 然後前後都有用固定鎖點鎖起來 它可以切換成老人模式 大字幕 字體就比較大了 簡單又明瞭 我只要關鍵資訊就夠了 對 客製化的收納 方便的生活機能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作品 記得按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優娘駕駛 今天我們在路上 喬玉阿B師傅賢康律 來 打個招呼 嗨 大家好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過來幫客戶那個 測試新改好的測試 這一台是你們改的 客戶訂製的 客戶訂製的 這台是新海力士 對 全部都是你們處理的 對 這台車是依照客戶需求下去打造的 就是你們可以完全客製化 對 所以它包括哪些東西 它有太陽能 住冷是一定要的 對 然後就是床櫃 然後一般我們的床主啊 就是都是睡覺用的 那客戶有要求多一個收納的 喔 有加一個收納櫃 對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比較少看到的 就是它後方廚房的部分 因為客戶也要喜歡簡單一點 喔 它是後拉式的廚房 對 那它這個在操作的方面上面 它也很簡單 欸 它只要接上瓦斯排水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它的排水是排哪裡去 喔 要用一個 要接管 就另外接一個污水桶 對 只要用快速接頭接著就可以了 欸 那瓦斯也是用快速接頭下去裝的 欸 它的水是哪裡來的 喔 水 欸我們有裝水路 所以直接打開開關就 喔這裡有水 只是說它下去之後要裝起來 對 污水需要裝起來 對對對 喔這個好用欸 你看它下來 直接就頂住了 所以它這一台車 當初請你幫忙的時候 是希望車上可以生活 如果到營地或者野營的時候 後面也有個土板 你看這個空間多好 流理台是延伸性的桌板 而且這個是不鏽鋼的啊 對 整組都是三年式不鏽鋼的 欸 這個天篷裡面有改嗎 欸這台車有做全車的那個 自鎮隔音隔熱 喔 對 所以它的板經裡面這裡 都有做自鎮隔音隔熱 敲敲看就知道了 對 敲敲看就知道了 喔這裡敲 聲音不一樣對不對 對 直接用板子下去做固定的話 對 會有很多破壞點 喔 就是鎖點會增加很多 我用鋁支架下去做支撐 喔 對 這蠻特殊的耶 就是3030的那個鋁架 欸 對 它怎麼鎖上去的 我們就在窗戶的裡面上跟下 然後用拉帽 然後做鎖點這樣子 喔 板經上拉帽 對 懸空櫃的話 用鋁架下去做支架 你要什麼造型 要什麼樣的尺寸 只要鋁架做調整 都可以做出來 對 哇 欸那很滑 你這個懸空架其實不好做 因為 強度支撐度要夠 如果你不夠的話 我們在行駛當中 會產生很大的異音 喔 所以你今天出來測試 也就是幫客戶看看 會不會有異音 就是它有沒有異音 喔 剛才測試在這邊 繞了好幾千 是都沒有異音 沒有問題啦 對 好我們來看它的收納 除了這個櫃子之外 下面 這裡 我們看一下 我裡面是用 兩千瓦的逆變器公平機 公平逆變器兩千瓦 對 主瓦 對主瓦的 它的用處就是 十九 對對對 非常的耐用 而且它外電來 可以試電優先 直接跳試電 那它這個是 逆變器跟充電器 是一體機的 那它有30A跟50A的選擇 充電的時候是嗎 對 它可以直接對電瓶充電 對 這個可以開嗎 這種是屬於是機房 所以我就是 它事實上是不能開的 盡量不要讓人家打開來 對 車主也不要去開 要維修就找你們 對 它可以開一個小縫 因為我有做一個散熱風扇 飄速的 對 不斷飄速的 這個開個小孔 就是讓手可以抓起來 對 它就是這樣子 你看 這個置物櫃 它巧妙的 把輪迫的空間都用掉了 對 你看 這個很好的一個收納 那像我們這邊有 蛇斧的插頭 點燃器插頭 還有這個110插座 安全盒把它蓋掉 喔 對對對 你看它做得好細喔 防止你觸碰到 它有做安全盒耶 嗯 那這邊收納空間的話 我們也是有預留 後方的爐台收在這裡啦 嗯 那旁邊還是有個空間 對 這外面不能開 欸欸 這外面不能開 一定要從這裡 從上面上線啊 對 我們裡面 我也都是用303連的鋁支架 下去做支撐 對 這很特殊耶 它強度非常夠 對 這個一定夠的啦 很穩啊 這個200公斤上去睡也都沒問題 這個尺寸都可以定做 都可以定做 流中間這個走道 是因為客戶有需求 嗯 它有時候要載假踏車 要載摩托車 喔 可以上摩托車喔 對 包含我們旁邊都有預留的四個鎖孔 欸 就是要綁摩托車的 看一下 它竟然預留的鎖孔 這是原車的鎖點嗎 對 原車的它也是 M6的 那我們只是用M8的拉帽下去拉 喔 你去拉了M8的 對 那強度夠啊 強度夠啊 但是如果是你要拉這裡會不夠 對 因為它鐵板比較薄 對 這邊它是三角形的鐵板 所以它強度一定是夠的 輪骨在這裡你看 通通都運用掉了 對 它的插座有沒有 電源 它後方都有用安全盒 我們看一下裡面 喔 阿B4發做的蠻細的喔 你看 它都做安全盒 所以東西在這裡也不會 插到電線啊 對 因為那個有100億的插頭 怕你在收納的時候 不小心去碰它 久了之後脫落沒有發現 那你只要做個安全盒 它就永遠不會 嗯 這個是所有 所有電源的開關 就是總開關 車內的總開關 12V 包含冷氣也是在一起的 喔 對 那你要出去錄影 要使用的話 就是要先打開開關 旁邊還有一個 逆變器的開關 公平逆變器 面板在這 對 就在側邊櫃 上面它設計了什麼 上面它有一個水槽 喔 裡面還有一個水槽喔 對 所以你車尾跟車內 都是接好的水管 對 這是車內的水槽 對 那它這邊是額外的置物空間 喔 裡面就不做爐頭了啦 對 那就是做車尾 那這裡直接蓋下來 放卡式也是可以用 也是可以 對啦 像這個車廚 它自己也有準備一個卡式爐 喔 它後方的桌板 也可以放在裡面 冰箱也是客戶自己帶來的 喔 帶來 所以你是定制尺寸 對 依照客戶的冰箱尺寸下去 喔 去做的喔 對 所以這個尺寸抓出來在做邊櫃啦 對 這個冷氣一樣是固程的啦 對 然後搭配那個原傳國際的 控制器 對 喔 這個有個緩衝耶 不錯不錯 這個 我們在幫它打造的時候 都有做防水處理 喔 所以現在雨傘是濕的話 可以直接放進去 直接放沒問題喔 對 你這是木製的竟然可以直接放 對 有做過處理 喔 發泡板 喔發泡板喔 所以這裡多了一個長的空間 好用啊 對 雨傘 對 然後延長線有拉過來 對 像這個木板我們做高低差 就是因為裡面還有額外的空間 還可以收 對 因為你如果做一樣的話 裡面空間就無法使用 對對 這台車就不做旋轉 對 因為後面空間已經很大了 對 不用旋轉就夠了 因為它光桌板就有兩塊了 喔 非常夠用 這個電視也是你幫忙固定的嗎 對 欸 它直接鎖在上面 用拉住啦 前頭夾住 對 你坐在外面也可以看 坐在後面也可以看 這個也是自行開發的 對 那個 這個角度是 依照原廠下去做鎖點 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直上直下的 只要會拆也可以自行安裝 自己裝也可以喔 對 這你們開發出來的 對 對 而且我看它做車引擎 就直接用橫桿 對 它原車的橫桿是在下面 對 它是平行的 哇 那就不好用 因為平行的 你一般在開車 你後視鏡會去擋到 對 它就把它往上了 對 然後又可以做固定點 往上條的好處就是 不會擋到你的後視鏡 再來就是你乘客的座椅 一樣可以往後躺一點 喔原來會擋住 對 原來你要往後躺枕頭 就是要拔起來 才可以往後躺 對 它巧妙的避開了 對 那租車引擎如果請你改的話 是可以換位置嗎 可以 位置都可以自訂 沒有懸空櫃的話 你就可以擺到後方 這是客戶指定的位置 對 這個地墊好像不是實木的 不是 這個是德國的 德國進口的 對 耐磨地墊 我看它滿厚的耶 然後旁邊都已經收掉了 這是原車的飾板 這個不是原車的飾板 貨車是沒有的嘛 是喔 那這個是要額外加裝 喔你幫它裝了是嗎 對 這個就夠大氣啦 而且還有 這樣子下車還有一個燈啊 喔那個是 跟這個拉門一起 喔它會連動 這裡咧 這個是它第三個出水口 喔 對這裡有一個蓮蓬頭 哇 花灑 花灑 所以出去海邊 你是不是要清洗 小朋友出去玩腳髒了 洗乾淨再上車 對 你看這裡再放個踏墊 就很方便啊 這邊有一個原廠的 那個千千點 裡面這麼寬啊 欸 還有一個重點 你看 這裡自證墊的地方 所以這台車有做自證墊 完全都沒有透光尖料 喔 直接看得到 小細節就看得到 從這裡就看得到 對 它是自證墊鋪好鋪滿就對了 對 然後還有隔音棉 這台是搭配 600A的電池 喔在這裡 一顆600A是喔 對 它下方有做止滑 然後前後都有用固定鎖點鎖起來 喔這鎖 這個絕對沒問題 煞車不會跑 對 然後這邊 控制面板 庫輪表我們是有藍牙功能的 所以你在前方開車的話 也可以看到後方的資訊 因為這台車它有搭配太陽人嘛 喔 所以你就隨時都會可以看到監控這樣子 太陽人 對 它這個功能算蠻強大的 嗯 喔 它有溫度顯示什麼都有 它可以切換成老人模式 欸 大字幕 字體就比較大的 簡單又明瞭 我只要關鍵資訊就夠了 對 然後你要細項一點 你可以從你的手機直接觀看就可以了 好 對那這邊一樣有一個12V 12V USB 還有一個最新款的USB 對 Type-C的單獨開關 然後這裡 門檻 門檻燈 這個馬達 單獨開關 對 這裡還有預留的喔 預留的電燈的設置燈 那這個是水箱的嘛 那我還有預留一個污水的 喔 灰水箱 客戶如果有需求 需要污水箱的話 我們可以額外加裝這樣子 目前這台車它清水是多少 清水箱 它清水是110公升 車底的嗎 對對對 哇等一下來看一下 110公升 呵呵 但是灰水是沒收啦 目前沒收 直接 沒有啊 就是排到水溝去 就剛剛我們車尾 那這裡的水槽去哪裡 在下方直接排下去 反正就自己拿個水桶去接啦 那就很簡單 再拿去水溝倒掉 這邊也有電源插座 對 110的電源插座 你這裡 車上好有氣氛啊 照明燈也有特別設計 對 按鈕的 對 按壓式 那 後面的話 我們是用改成三色的旋鈕 那個光暗可調的 後面的是嗎 這個呢 這個也是 碰一下 這個是觸碰式的 喔 兩段 對對對 你在晚上睡覺的時候直視 它並不會刺眼 喔 對 那它一樣可以光亮可調 只需要長按就好了 欸 它就會變暗了 這個是 黃光才可以調啦 對 黃光的時候 長按它就會變亮了 這裡一個 這個這些 它的照明非常多耶 這裡還有一個 後面還有 對 對 最後面尾門還有一個 開關在這邊 喔旁邊 這邊還有一個尾門開關 對 虛妞式的尾門開關 這是另外裝的 對 海力士後面有加座位的話 後門必須要能夠開啟 所以就要有這個安全開關 喔 是規定 法規規定的 對 主要也是安全啊 對 它關到人 對 所以這一台它是貨車 對 登記貨車 驗車有沒有問題 驗車沒問題 我們有幫它那個 載重變更 喔 變更載重了 對 那車頂架也都有 車頂架有申請 合法變更 對 太陽能板就可以正常裝 對 現在駐輪也合法 對 這個不用清空 不用 喔那很方便啊 載重已經有變更了 不會操縱了 對 這一台車如果 請你們整個這樣子改的話 大概多久時間 這個大概 我們正常抓都是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左右 對 而且它是完全可以客製化啦 對 比如說邊櫃的位置啊 對 如果我想要做像優良駕駛那種遮疊椅 也可以 也是可以 沒問題 就是看各位的需求 完全自己打造 而且阿B師傅它的固定工法蠻特殊的 都是用鋁製的結構 對 強度非常夠 如果這台車要整個拆掉 事實上 這一種結構下去打造的話 你要拆速度也很快 只要要復原的話 對 它幾乎接近無痕安裝了 對 破壞一點很少 都是用拉帽嘛 對 強度也夠 下方有按鈕 用夾頭點一下 這樣子就好 就拿下來 放下去的話 直接下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用 它高度是可以調的嗎 對 是下了 上 只要直接上就好了 它這個是下的時候 拉著了 對 我以為是旋鈕 它不是耶 它是往外拉 對 那不用的話 它要拆卸這個是 手動旋鈕式的 對 這有一個按鈕 對 按鈕是因為拆 拆的時候必須要按 它這個有支撐點 對 也是坐在這裡 因為它這個後方沒有雙椅子 所以它有多一個防滑 對 煞車才不會往前 完全是固定的 它怎麼辦到的 它是貼防滑電 對 它只是放了防滑電而已 這裡直接就可以放桌板 對 所以坐在這裡床頭 在這裡可以煮東西 客廳模式 對 可以吃飯 煮東西 這個空間好用 這個有一個重點要講 來 這塊桌板 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它只有40 乘80 沒有這麼大 對 然後有一天有一個叫做 優良駕駛 優良駕駛 它PO了一個新影片 它可以放電腦 又可以放差別 然後客戶就說把它設計變得大 原來這客戶也是優良駕駛的粉絲 對 就是有特別把它擴大 對 這好用 你看 因為兩個人做剛好 對 如果在睡覺 要上下吃 也可以 你看 空間很大 對 如果人家吃火鍋 才拜很多菜 冷氣就在旁邊 自己也直接吹得到 對 這台冷氣夏天OK OK 它 耗電瓦數有上過嗎 耗電瓦數 我看到最大 最大輸出大概在50A左右 最大 12600瓦 對 600瓦左右 這裡如果很躺 我們吃吃看喔 來 你看 它很躺是腳放下去啦 有沒有 你看 我拿過來一點 你看 它是腳伸進來 這樣躺就好 欸 這個寬度夠啊 有沒有 呵呵 這個有到多少長度 176 喔 170 床的寬面是140 喔這裡有到140是吧 對 所以三個兩大一小沒問題 兩大一小沒問題 對啊 喔這樣講是不是 起來這裡就拿東西 收納在那邊 那個高水會夠啊 主要是這裡坐著它不會頂到 這就舒服啦 用滑手機也可以 對 欸 這個設計不錯 充電也都有 如果是我們正常身高 在165到175 你坐著腳 都是垂直的 都非常好 就OK啦 好 這個上面太陽能板也是你做的 對 你用幾瓦 總共是 650瓦 650瓦 對 它是325加325 喔 啊現在改完之後車高多少 車高 205 210地下室是下得去的 下得去 所以這車主是停地下室 對 喔 新海力士這麼大車還可以停地下室 還有太陽能板 對 那前面這個咧 那個是 只要我們有改裝這個太陽能板 我們都會附這個擾流板 喔 擾流板你們都會把它弄 對 不然它這個風切就很大 風切身會很大 喔 60A的 NPPT的太陽能控制器 喔 那我們還有做一個斷電開關 那 針對太陽能 對 針對太陽能 嗯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 再手動打開就好 喔 多一層保護 不要它過沖啊 對 如果整個禮拜不出門 又停戶外的話 就把它切掉 那我們裡面還有一個 100A的 那個保險室 喔 這裡面是嗎 對 這個裡面是有一個保險室 車子底下有什麼車機 我看 110的水箱 110公共水箱 110公共水箱 這什麼材質啊 那個白鐵材質 喔 白鐵的喔 對 這裡咧 這邊是出水口 快接 對快速接頭 這裡怎麼又有一個 這邊是進水口 喔 你就把它進出都弄好了 對 好 那這台車如何充電怎麼辦 我們充電是坐在下方 因為 客戶有說 保險桿不開孔 喔 他不想開孔喔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 那個防塵防水的 直接 插進去就可以了 對對對 很方便 記得這個要關起來 防水防塵的 所以它這個 轉接出來就直接去插 對 那我們電線都是用這個 3.5 日本的軟線 車子在哪裡 家就在哪裡 輕輕鬆鬆 對 這台車 裡面非常舒適 而且它這裡 有特別貼皮啊 對 對 這是板娘貼的啊 對 純手工 純手工打造 純手工打造 林格文 時尚灰 對 是搭配他選的這個 木材的色系 喔 所以你們可以幫忙 整個規劃 對 包含你說太陽能 太陽能 駐車冷氣 駐車冷氣 電力水力 對 還有木工 全部都可以 哇那你通包啦 阿B師傅太厲害了 如果喜歡阿B師傅 改車風格的朋友 可以跟阿B師傅聯絡 那麼優良駕駛的粉絲 有沒有優惠 當然有 一定有優惠 在這裡巧遇 一定會有優惠 好 那今天看到有很多是客戶自備啦 包含冰箱那些 小東西 所以大概如果喜歡這個風格 要這樣改的話 要多少錢 五十萬左右 具體還要客戶現場 你們在談 細節啦 對有很多細節 好 那今天謝謝阿B師傅 顯看力跟我們分享 好 謝謝 掰掰 好啦 今天的影片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希望我們的經驗 對各位有幫助 我是優娘駕駛 我們路上見 掰掰 有時候 就是 我們 我們 沒有了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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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